肖战从新人到当红一线偶像的崛起描述 肖战是中国娱乐圈的一位备受关注的年轻演员和歌手 他在短短几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人气 本文将为您介绍肖战的崛起过程以及他在娱乐圈中的地位 探讨他是顶流还是一线偶像的问题 肖战是中国娱乐圈的一位备受瞩目的年轻演员和歌手 自出道以来 他凭借扎实的演技和出色的音乐才华逐渐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明星 那么肖战究竟是顶流还是一线偶像呢 让我们来看看他的崛起过程和在娱乐圈中的地位 一 出道初期肖战于2015年参加中国首当男子偶像养成真人秀节目燃烧吧少年 在节目中展现了自己的歌唱和表演实力 尽管在节目中并未获得最终胜出 但他凭借出色的舞台表现和与团队成员的合作而积累了一定的粉丝基础 二 个人突破随后 肖战开始逐渐发展自己的个人事业 他参演了多部影视剧作品展现了出色的演技 并因此获得了更多观众的认可 特别是在2019年主演的电视剧《陈情令》中 他扮演的为无限一角赢得了极高的口碑和人气 将其带入了新的高度 三 音乐之路除了演艺事业 肖战也展示了卓越的音乐才华 他发布了多首个人音乐作品 并凭借歌曲《盲众》等打入了音乐市场 他的音乐作品多样化且风格独特 展现了他全面的音乐实力和表演能力 受到了众多粉丝的追捧 四 红红火火的人气随着个人事业的盆勃发展 肖战的人气也日益增长 他在社交媒体上拥有庞大的粉丝团队 粉丝们对他的支持和热爱可以用超级狂热来形容 他的活动门票常常秒杀 代言合作也屡屡亮相 五 当红一线偶像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 肖战已经成为中国娱乐圈的一线偶像之一 他凭借出色的演技 音乐实力和广泛的影响力 均深于当红一线明星行列 无论是在电视剧 电影还是音乐领域 他都有着稳定的表现和极高的人气 备受行业和观众的认可 虽然肖战在娱乐圈中的地位与顶流明星有所区别 但他的成就和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新人的范畴 他的才华和努力使他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喜爱 并让他成为了一个备受瞩目的娱乐界明星